來啦 各位~~ 生魔之塔超貓咪大戰爭環節 那今天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喔 還沒看大家的留言啦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自己的隊伍 能不能打贏我們這邊的這個 生魔之塔的這個活動喔 然後裡面竟然是出了這個佛羅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暗黑的這個凱斯麗 OMG 那會想要抽誒 怎麼辦各位 好像要完蛋了唷 傳說中的貓咪兵器各位 裡面看一下還有誰 旁邊這些的話好像 我先看一下有沒有一些認識的呀 旁邊這些是不是跟那個什麼 就是跟他們就是那個貓戰 跟那個神魔裡面的一些角色合作 我先看一下有啥東西好了 還蠻酷的耶各位 然後這邊還有戰車大炮龍客武裝禮包 太酷了 然後貓咪軍團的桌布禮包 然後這邊就是後面就這個 抱手的超古代兵器 哈哈姆特 OK 三階的 戀技小怪禮包好可愛喔天啊 早該合作了 哇靠 欸 媽是拉斯沃斯啊各位 我大哥耶 哇靠 居然是拉斯沃斯 厲害了各位 OK好 來看一下吧各位 啊怎麼沒有音樂了 我的聲音怎麼不見了 等我一下喔 好 好 那我們這邊音樂回來啦 果然就是我們這基本款的貓戰音樂啦 然後我現在真的是我的那個什麼啊 我的那個 靈魂石 石頭真的是 有夠少不拉機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就是 抽到啥什麼好東西喔各位 但沒關係 我們都先來看一下這個貓戰的這個部分 你看旁邊還有這隻貓戰貓貓 超可愛耶 窩底貼 然後這個是 每日的這個 每日的這個環節 先看一下 傳說中的這個兵器 裡面的話基本上是那個 菩蘿還有這個七岩魔女 這個凱斯莉 然後這個 斯蘭捷跟那個什麼啊 這個克洛伊貓跟這個哈佛貓 這個應該是那個吧 就是神魔裡面的那個 自己的這個角色吧 我靠連黃金貓都有耶 哈哈哈哈 這個是拿來換NP的 我們來看一下 對呀這隻的話應該是神魔的角色 因為這隻我們沒看過 這隻會不會也到貓戰裡面啦 如果會的話應該要抽一件喔 各位 OMG 這旁邊的也太帥了吧 這個貓 這個哈佛貓 對酷好不好 好 那目前來說 大概大家想要的就是這兩隻吧 我們的這個 天命符魔跟這個暗黑凱斯莉 尤其是這個凱斯莉喔 但是我說真的 他神魔之塔這邊的這個 欸角色這個招式的這個效果 已經多到我已經 那大家本來就知道我很懶得看字對不對 滿滿的這個 真的是有點難看啦 各位好不好 那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如果 我老弟阿虹說很推薦抽的話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 滿不錯的 我覺得圖都很好看 來看一下 貓咪大戰爭新故事 裡面的話呢 可以先用這個 伏諾 喔 這是靈魂石 喔 他先讓我們試玩啦 先讓我們試玩這個 伏諾的這個環節 好 先玩先玩 我的這個背包已經 已經滿到一個爆炸了耶 各位 喔 我需要有人可以幫我清一下我背包 等我一下 我先去清背包 好 那這邊背包清完了 我們就走起喔 那這一次基本上 他是讓我們就是這個 伏諾當隊長啦 那伏諾的話這邊是 獸類成員攻擊力11倍 然後生命級回復力4倍 所有成員對所有目標的傷害額外11倍 敵人受到主動技能砲擊傷害額外3倍 然後這個 這個是4嗎 消除角色或種族的這個福祖的話 全身攻擊力額外增加這個1.4倍 然後增加6連級COMBO好不好 完全看不懂 但是我們就直接出發了喔 GOGO 伏諾 伏諾應該是帥到一個爛掉啦 好不好 走起 看一下囉 哇 欸這畫面太酷了吧 OMG 就是靈魂石關卡 好 開始轉出 各位 這是萬萬都沒想到 兩大童年ID居然會攜手合作喔 啊這是什麼東西 我怎麼放 剛剛要幹嘛 我靠 啊我們打這麼痛啊 剛剛那個好像還有別的那個東西耶 那個要按什麼 看一下喔 是我們那個 這一次的合作活動 那個大老角色 然後馬上還可以再動 動什麼東西 喔 消失誤是不是 欸看不懂啊 啊這個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你看我在說嗎 以前神魔之塔根本就看不到這個數字 現在這個數字已經超大膨脹了 OMG 我的天 怎麼會怎麼會變這樣 這每一個都直接那個耶 直接給你一個那個 超級爆表的這個傷害 然後 這邊要再按東西是不是 笑一下 喔 他好像是 冠田哪裏 就會變這樣耶 然後他就會掉一大堆那個 木珠什麼東西出來 但是誰的這個 靠 你看 這個 數字爆表各位 數字爆表 神魔之塔啦 好不好 看一下喔 好酷喔 來 看一下他好像是隨便點一個地方都可以耶 對啊 你看我在點這個地方 然後他就會自動掉這麼多的這個 那個 強化的這個 石頭過來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啊 但是我不知道耶 還是 我現在就是把貓戰隊伍全部都抽出來了 我就可以直接那個 空關 直接在那裡說 那個什麼 現在所有這個神魔的關卡嘛 如果是的話 可以藉由這一波路坑 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可以藉由這一波路坑呢 各位 就是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啦 抽一下啦 你看他好像還是 還是這樣子耶 他這個是隨機的嘛 吸到啊 對不對 爆表耶 這很猛耶 什麼音樂 黑卡耶 他點貓神可以幹嘛嗎 可以耶 神的力量耶 連這個 都有耶 你看 貓咪丹燈成員機 都會成員CD變回0 他還真的有貓神 哇靠 太猛了吧 各位 來來來來 CD變0 好好笑喔各位 他這什麼意思 我們看一下技能好了 哇一炸就直接 太巧了啦 完全看不懂啦 完全看不懂啦 這對我好像真的很猛耶 但我之前玩一拳超人活動的時候好像也是長這樣子 就是你完全就不知道就是 你完全就不知道到底 到底是不是 你抽到的話也是這麽強啊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好酷唷各位 那打完一個了是不是 好 那這個可以了喔 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 爆走的兵器 用一下我們的小潔 有沒有體會各位 要挑戰我們的 哈哈姆特拉各位 OMG 不知道可不可以耶 天哪 太可愛了吧 哈哈哈哈 嘿嘿 各位來了 卡 完了 我覺得我要完蛋了 他們沒有受到任何一點點的傷害 奇蹟柔各位 奇蹟柔 不是啦 這些貓怎麼都這麽可怕 哇哩咧 那完了呀各位 完了呀 我連小貓跟戰鬥貓都打得不贏 目前處於能夠獲得免費復活次數的機會 因為我是回鍋玩家 哇靠 打不贏啦 完了 我大概知道大家留言要留什麽了 欸 怎麽這麽難 貴毛啊 以前這個獵人隊伍也還算是可以的呀 怎麽會變成這個樣子了 這個戰力蓬上這麽快 還是因為哲平基本上都沒什麽在玩 沒什麽在獵 所以直接擺掉 那看來是不得不抽了 各位 完蛋了 完了 怎麽會這樣 對啊 都打1 哇靠 這個小貓 怎麼都暴力啊 哇靠 哈哈哈哈 這樣是沒問題的嗎 OMG 好 各位 再見了 謝謝 怕被贏啦 噢 天阿 我甚至連 母兜花都看不到 怎麽麽麽 各位 這要如何救 各位 這沒得救了是不是 他是不是還會給罐頭啊 那個罐頭沒有打 我拿不到耶 那我拿不到貓戰罐頭我要怎麽辦 完了 各位 那我覺得目前來說感覺好像有點尷尬唷 各位 目前來說的話 不知道該怎麽辦 還是我們可以用這個 使用這個來抽 看一下 使用3次 這是什麽 不是阿 這 呃 呃 呃 沒有耶 所以這個感覺就是 他好像就是直接給你抽的 這也沒有辦法就是用到其他地方 哦 現在這個是不是沒有很好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好像就是要什麽黑金呢對不對 黑金會比較猛是不是 來看一下喔 很帥 傳說級的 但完全不知道利不厲害各位 好啦 各位我們現在有一個一大問題 就是我們該如何試好 我們貓戰的關卡好像 真的怕沒贏呢 會求各位大佬還是我們先克個好幾答案 完蛋囉